老公 到了演成会咱们也没抢到票呀 听说有神秘嘉宾呢 那听说是田镇去了 不可能去 因为田镇现在在澳大利亚呢吧 挺远出国了 其实吧 咋说呢 大家都喜欢刀朗 同时通过刀朗的演成会 你要想起了这个田镇 因为田镇当年 硬杆那谁那赢嘛 是不是 就是现在的无一界 那他们要是都去的话 是不是很好 愿望都是美好的 听刀朗的歌曲吧 也想起了很多往事 包括田镇也好 韩红也好 就是至于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 心中认可的一些歌手 包括同样天我说那刘传 大家都挺认可 原间说刀朗那四个人 他们会不会开演唱会 那个四个人 那四个人啊 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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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也是 我说 哎呦 找人那你一般别说他 他说他们这个败姓 你说呢 好吧 好的好的 无所谓 无所谓 为啥每次我看到了演唱会 都想哭呢 其实 我也想哭 你也想哭啊 那你哭的是什么呀 我哭的是啥呢 失去的青春 初听刀朗 是高三 再听刀朗是三高 感觉生活挺无奈 短眼之间吧 我们已经不是 那种年代 再说到这个 上老小小的年代 那个年龄 挺尴尬 中年了 尤其这几年 不太好 大环境麻烦 反正咱也不能影响大环境 大环境命中 咱们也已经 怎么了 那你为啥想哭呢 我看着大家想哭 我就想哭 也不是 其实你内心里面 还是有些许的不敢的 我有什么不敢 是不是想起 你初恋对象 送你一个字 那么屏幕前的你 想哭吗